有包括有政府的支柱 那么能拍多一些作者电影 这是以前八九十年代的工业起义里面 虽然很蓬勃 可能电影很卖钱 很多明星 但是要拍作者电影反而更难 反而在香港现在这个生态 反而有作者电影的可能性 所以我还替年轻导演很高兴 经过那么多年 今年是比较 跟以前的那个安排都不一样 所以比较新鲜 然后又看到香港的风景 我觉得很好 其实不只是一个小阳村吧 小阳村是出一出就没有了 我估计这是一个期许发展的东西 因为导演们会越来越成熟 有好的戏会有很多钱进来 然后就更多戏在拍 应该是个开始 我不觉得是个小阳村 对 这个我很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就刚刚我们的春天开始